这完全是 欺欺欺人自我陶醉 欺骗大众的一个表演 蒋夫人她跟我们说 她先生是英雄 她与她的先生为荣 我们严厉谴责这种假消息 既荒谬又不人道 针对中共的网军 在网路上散播这些谣言 我们觉得是非常卑劣的一个行为 这完全是 欺欺欺人自我陶醉 欺骗大众的一个谣言 那么我们也做了驳斥 蒋夫人她也知道这件事 她更为愤慨 她替她的先生 替蒋队长抱不屁 她跟我们说 她先生是英雄 所以我想也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社会大众 来表达她的心声 她说她以她的先生为荣 她的先生在生前也告诉她 要她以悲观的太太为荣 因为这边针对中共的 皇上的谣传 我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只会加深我们国军 抗敌的意志 爱国的情操 针对F16战机的 修士的搜救 昨天我们韦国的 民间的打捞公司 澳大利4号到达了 花莲外海的目标区的现场 我们海军列雷舰 之前所探测到的音频信号 有九个点都分别寄贡给这家 专业的澳大利4号公司 我们严厉谴责这种假消息 既荒谬又不人道 有关F16战机失事的状况 目前所知道的出判原因是不排除 飞行员的空间一向 那么机械的原因比较低 有关F16战机失事的状况 空军的专业小组 这两天 针对失事原因初步的研判 初步的调查 主要是依据相关的市政 跟机组员录音的操建 以及雷达各点的位置 加上天后气象的测报 以及机组员通联 无线电机的状况 跟机物机矿的准备 综合研判 目前所知道的出判原因 是不排除飞行员的空间一向 那么机械的原因比较低 这是初步所获得的结论 当然最后的原因 还要经过空军 以及第三方飞行调查小组 他们的专家专业的意见 后续还要再做调查 这是第一部分跟大家说明的 第二部分有关于搜救 目前的进度跟进展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本着总统所指示 我们不放弃所有的希望 要把蒋队长找回来 所以我们日以继夜 动员军民所有的力量 来做搜寻 目前共动用了有25架次的飞机 以及34艘的船舰 这些基建 我们都日以继夜在搜寻 那么在这里也感谢国售中心 海巡署 空群总队 以及相关地区的余会 他们给我们的协助 目前在昨天 居然九海里的地方 我们的FDR的接收器 有接获到信标的信号 我们也立即通知 全日籍公司 他们有打捞经验 非常专业的民间公司 打捞船 今天已经到了花莲港 那么早上就会从花莲港出海 优先到这个 已经接收到信标信号的 九海里的点位 探测 水下摄影 如果确认 就会进行打捞 当然我们也希望 能够有好消息 尽数 能够搜寻到最佳战机 那么家属的慰问 跟照顾 连队也都很用心 我们都有专案的人员 来妥事的照顾